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期跟大家講講 換人是其次 關鍵是改體制換政策 今天裡面來講 國務院頒布了國家工作人員的任免決定 當中固然有大家所關心的湖北省的黨政領導的轉換 但是我們作為香港同胞 也同樣關心另一則國務院的公告 就是說由夏寶龍兼任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主任 免去張曉明的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職務 改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政部長級還是 駱惠寧 副智英 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副主任 這一條關於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人事變動 跟我們香港澳門息息相關的 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夏寶龍本身 是衛列國家領導人的副國級的領導幹部 他是現任的全國政協副主席 夏寶龍本身長期在浙江工作 當年在2007年的時候 習近平卸任了浙江省省委書記之後 去了上海市做市委書記 那個期間夏寶龍接替習近平 去在浙江省出任省委書記 習近平還沒走之前 也都在浙江省和夏寶龍 作為習近平是省委書記 夏寶龍是副書記 那些地方是民主委和黨市政協副主任 就這麼想說 你接下來什麼時候 現在《大國政協副主任》 我們有一個本人 這就是大國政協副主任 就是大國政協副主任 所以江省委書記 這就是大國政協副主任 那都很想說 原本就是大國政協副主任 當初以國政卯主任 代表他很想說 還有史無前例的就是現任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現任澳門中聯辦主任傅智英 都同時兼任港澳辦的副主任 這件事更加凸顯了港澳辦升格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 澳門中聯辦都是平級的 大家都說是正部級 所以張曉明也好 駱惠寧也好 還有傅智英也好 這三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香港中聯辦主任 澳門中聯辦主任 大家都平起平坐 突然間裏面 現在弄了夏寶龍副國級的人馬 來做港澳辦主任的時候 所以再加上香港中聯辦主任 澳門中聯辦主任 都只不過是做港澳辦的副主任 當然都是正部級 變成了明顯 廣明了中央對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的事務 提升了它的份量 所以這個事態的發展是值得我們去留意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 去提出來的一個創舉 當時來說 為了解決這個兩岸的和平統一 和解決這個香港和澳門先後回歸的問題 鄧小平就提出 我們這個國家有台灣香港的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種方法 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所以那時候提出這個構思 很顯然是為了國家的統一 為了尊重歷史 為了保持香港 澳門的繁榮安定 為了兩岸的和平發展 和平統一 而設計的一個這樣的制度 可以說是一個創新 因為按照共產黨1949年主政以來 他強調他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國家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再加上他一黨章 長期以來就說要用社會主義 戰勝資本主義 以由無產一級 戰勝資產一級 要實現一個共產主義的新世界 這個是他們的任務 所以就是說 從他們篤信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一路下來來說 要在地球上消滅資本主義 要令到整個世界 正如當年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超所說的 視看將來的環球 必將是赤奇的世界 即是說整個世界都要赤化 要實行共產主義 要迷藏這個資本主義 所以能夠在這樣的共產黨的教條盛行的情況下 鄧小平能夠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這個是一個創新 但是香港回歸22年來的實踐 令到我們看到 一國兩制在實踐的過程當中 的確不是一帆風順的 是有很多的干擾的 這種干擾 如果用共產黨人的說話來說 有來自右的干擾 有來自左的干擾 所謂的右的干擾 最主要就是所謂的港獨 挑戰中央的管治權威 或者只是強調兩制就忽視一國原則 這些是屬於右方面的干擾 但是左方面的干擾 其實才是拿命 因為右的干擾的時候 你說在香港 7、8、50萬市民有多少人是有什麼港獨傾向 就算有些人口吁多個當備級 說什麼的港獨都會有偽銘題 因為你講到港獨 就是要將香港從中國的版圖裡面 分裂出去的時候 你可以做得到嗎 甚至台灣本身是有國號 有政府 有軍隊 有特務 有這麼多的政黨也好 有幾十年來的反共宣傳也好 連陳水扁這個民進黨的前總統 他都承認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有一個名言 就是台獨就是戰爭 在多年前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 就說明了 台灣一旦宣佈獨立的話 就是要進行一個討伐戰爭 所以你說在香港 巴掌這麼大的地方 我們憑什麼和大陸幾百萬的軍隊 擁有魚子彈 輕彈 中魚子彈 洲際導彈 這些人來去撐 根本上就是 你是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 可能搞什麼港獨的事情 所以就說 從右方面對一國兩制的干擾 這些其實都是 泥抽回不起大浪 但是成不了氣候的 嚴格來說 只不過是一個偽命題 香港大多數人都是來自廣東 福建 從內地過來 比如我爸爸媽媽 我有個弟弟 有兩個妹 現在還在廣州 我也有妹在香港 有弟弟在香港 有妹在美國 你說來說 我現在在香港幾十年 一條泳婦起家 先後做過三間上市公司的主席 現在也是榮憂全國政協委員 你說香港獨立 我們根本上都覺得非常可笑 所以右的干擾根本上不是一個嚴重威脅 但是對一國兩制還有顛覆性的影響 可以令到一國兩制來講 真真正正動搖 變形走樣的 是來自左的干擾 為什麼左的干擾呢 比如說在去年 林鄭月娥這個政權裡面 是來自一國兩制的規定 是吧 走去 將《基本法》第五條 所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將這個莊嚴的規定 踩在腳底下 搞一個大陸定罪香港交人的模式 這個所謂逃犯條例的修訂 妄圖拆毀一國兩制的防火牆 令到一國兩制對退變為一國一制內地化 所以就激起了香港人的滿腔的怒火 紛紛一百零三萬人兩百萬人走上街頭去示威 這個去保衛一國兩制 所以就證明了什麼呢 左的危害對香港的衝擊先大 因為左的那個一左二擇 比如說北京治港系統的這個一左二擇的錯誤路線 因為它擁有公權力 有國家政權作為後盾 有著這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 有著這個強大的人民解剖軍的武力 所以它如果壓下來要將一國兩制搞成一國一制 是沒有人定得它去信的 但是來說 少數的 猜出什麼香港獨立這些這樣的幾隻烏鷹 如果是汪汪叫的 根本就是完全不可以將這個夢想變為現實 所以我說呢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你想想四任特首的那個經歷大家就知道了 第一任的特首董建華 在2003年出夏之交的時候 罔顧58個月的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通貨收縮 百業蕭條 房地產價格跌了六七成 幾十萬人的成為這個負資產 加上呢 沙士疫症侵襲香港 令到我們死了299人 面對這個經濟民生的守務 你董建華不去搞 走去拿起23條匆忙立法的火頭 所以呢 這個左的一個錯誤呢 激起了五十萬人在七一上街 來到去反對23條立法 那麼 終於來說 這個對當時的局面 負有主要責任的保安局局長 葉劉淑儀 就要鞠躬下台了 連帶當時的財政司長 梁錦松 這個衛生科理局局長 楊永強那些 全部都丟了烏煞 那麼 沒有多久以後呢 董建華也都以腳痛為名 就下堂求去了 然後 到了這個曾蔭權的時期 他說政改要玩鋪大的 是的 結果裏面呢 有傳言說他如果超級區議的方案 中央是不接納 不開六得的話呢 他就做不下去了 用辭職來雙威脅 結果呢 中央改變態度 承認超級區議會的方案呢 是這個沒有懷份基本法 這樣 結果就在議會裏面 立法會 高票通過 但是呢 中央就覺得這個人不可靠 那麼後來呢 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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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滿之後下來呢 竟然間就說他 因為 有一份 兩年之後 簽不簽 租不租的 那個租約 談著呢 是沒有這個去申報 這個是 這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 就把他 拉了去坐牢 這個證明什麼呢 如果你不夠左的話呢 也都沒有好下場 那麼 然後到這個 這個 梁振英 被香港市民 滅稱為689的 這位特首 頭上 蔣國就身上長次 以鬥爭哲學呢 為宗旨 這個去撕裂社會 結果裡面呢 對 2014年 6月10日 國務院 這個新聞辦公室 那個白皮書 於法武具 推出的 所謂全面管治權的講法裡面呢 沒有去據理力爭 跟著呢 對831決定裡面呢 是妄顧 那個基本法 附件一 附件二的相關規定 用搬龍門的手法 去勾銷香港人 普選行政長官 普選立法會的權利 結果就激起了79天的佔領運動 那麼 這個梁振英也都是 由此就喪盡民心 因為太過左了 這個全面管治權的提出 831決定的提出 都是屬於一左二擇錯五路線的反應 那麼 他也都要 這個後來呢 因為失去了這個政治資本 喪盡民心 他就不能連任了 好了 然後 這個第四任的特首 這個林鄭月娥 變本加厲 這個所謂的逃犯條例的修訂裡面呢 是 是完完全全是背離了一國兩制的初衷 企圖拆毀一國兩制的防火牆 所以就令到香港人 這個 覺得一國兩制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敲聲 所以才在去年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裡面 用手中的一票 將這個林鄭月娥狠狠地打到一個響亮的耳缸 令到站在歷史錯誤一面的 這個被林鄭月娥蒙蔽的那幫建制派裡面 兵敗如山倒 所以 好了 現在事情發展到今時今日 正因這個 武漢 新型冠狀病毒 這個 感染的肺炎 這個世紀的瘟疫 在那蔓延擴散的時候 這個 林鄭月娥也都來講是 堅持她一種 光碧致用 妄固民意的取態 在封關的問題上 口罩的問題上 諸多的進退失據 令到大失民心 在這個時候來講 就中央 將那個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人士加以調整 當然來講我們覺得 隨著今年1月初的時候 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的去職 我們早就預計到 張曉明 對香港的亂局 僵局 困局 負入不容推卸的責任 一樣都要被鄧東沽 這次呢 他也是由主任 就降為副主任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人士的變動方面 多少 也都像在湖北 這個去 將那個 這個 省委書記 省長 武漢市委書記 武漢市長 這些 一系列的人士的變動處理一樣 在這個 國務院港澳辦的人士調整這裡 也都是多少 這個呢 隨著王志民的去職 這個 張曉明的 這個 降職 多少也都回應了香港人的訴求 現在香港人集中的焦點就是說 下一個 是不是輪到林鄭月娥 應該將她這個 炒友 因為最近 香港的 最新的一份 民意的測驗呢 就發覺這個林鄭月娥 為首 她的 負的分數呢 竟然去到 百分之七十三 那個是 正值 是負的百分之七十三 另外呢 這個律政司司長 這個鄭月娥呢 是 正值是負的百分之六十八 另外呢 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也好 或者是這個 財政司司司長 這個 陳茂波也好 或者是政務司司長 這個 也好 全部都是負席 全部都是負席 這個支持度 民意支持度是負席來的 這個是回歸以來 歷屆 這個特區政府 沒有過的 這個 這麼惡劣的現象 就是他們的表現 完全是 令市民 從希望到失望 從失望到絕望 的一種反應 這次國務院廣告辦裡面 人事調整 再加上 這個 一月初的時候 香港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的去職 那這些 是否可以說 令到我們對 這個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這個方針 在今後的 貫徹 落實當中 我們香港人 提供了信心呢 那又 未必 為什麼呢 因為問題在香港 根子在北京 這個 問題在人事 根本呢 就是在體制 是 因為 來講 作為對香港的 一國兩制政策 其實是整個 改革開放政策 當中的一個部分 一個環節 但是 40年來呢 中國的改革開放 毫無疑問 經濟體制的改革呢 是取得了 這個相當的成就 令到這個 中國裡面呢 能夠是 這個經濟騰飛 成為世界 第二大的經濟體 但是 大家也都看到 過去40年呢 只是 有 經濟體制的改革 忽略了 政治體制的改革 因此 就很多體制的 弊端裡面 這個是 這個 明顯地 或者是隱形地存在的 但是 今次 武漢新型 冠狀病毒 引發的那個肺炎 就是這個世紀的瘟疫 就將這個 只搞經濟體制改革 不搞政治體制改革 那個 那個體制的弊端 充分暴露出來了 結果我們發覺到 那個 社會治理的體系 是這個 這麼僵化 社會治理的能力裡面 是這麼無能 所以這件事情裡面 就不單止說 這個 湖北的瘟疫的問題 而且 我們香港的 一國兩制都是這樣 你比如說 這個 今次武漢的疫症 一開始的時候 李文亮等八位醫生裡面 已經在他們的網絡裡面 提出了這個 警報 反映了這個實情 但是結果 就被 砌梢豬肉 說他們是造謠者 受到公安的所謂 這個 訓戒 在這個情況下 信息不對稱 這個 真相 被隱藏 消息 被封鎖 結果 老百姓裡面 完全 這個 蒙在鼓裡的情況下 去到1月19日 還在武漢九 4萬個家庭 成10萬人參加的 所謂的萬家宴 這個 還拿了20萬張所謂的 免費的 旅遊景點的門票 這些聚集性的東西 就造成了 那個 疫情的迅速的擴散 所以這些 就是說 將提出問題的人 加以解決 就當於解決問題了 這些所謂的 維穩的做法 其實就是 由於 什麼呢 由於 那個 政治體制沒有改革 沒有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憲法 第35條 所規定的 我們人民 擁有的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都加以落實 所以 才來講 是造成了 世紀瘟疫 失去了 防疫抗疫的 黃金蕩期 以至 為禍全武漢市 全湖北省 全中國 甚至擴散到全世界 同樣都是 在香港 這個 明明我們的 港大市民 對於 《逃犯條例》 修訂 大家是表現了 強烈的 不滿 和質疑 包括建制派 裡面 也都是 有些有識之士 一開始 也都是 提出了 抵制的 但是 到頭來 這些 由中聯辦 主任 王志民 到林鄭月娥 這些 他是 向中央 方暴軍情 隱瞞實情 認為 可以的 我們在立法會 夠票的 一定過的 一地兩檢 他們吵一吵 我們都過了 這個一定可以的 所以 基本上 也是一種 謊言治國裡面 去釀成了這個大禍 所以 再加上 再加上 在用人機制的方面 你看一下 湖北省那個省長 現在下台 被陳一新取代的 那位叫做王曉東 在1月30日 的記者招待會裡面 還去說什麼 說別人問起他 你們湖北省 現在要防疫抗疫 口罩是市民裡面 用來抗疫的重要工具 你們的產能 是有多少 這樣 這個身為一省之長 管治 五千六百萬人的 所謂的父母官 開頭一說 就說 一百零八億個 後來 後來 有人遞旨條 他又更正說 是十八億個 後來有人 再遞旨條 都不對 其實是一百零八萬個 那你說 這些 是吧 就是 完全是 對那個 下面的實際情況 一點都不了解 空無點脈的人裡面 為什麼可以做到一省之長呢 不要再說 還有 黃江市衛健委的主任 中央調查組下來 一問三不知 結果被撤職 所以這些 分容無能的 官吏的表現 不是說 換人就可以了 因為你整個機制 你沒有搞政治體制改革 權力高度集中 幹部的委任提升 這個 是否重容呢 完全是一個 上級說你行 不行也行 上級說你不行 行也不行 這樣的機制 它完全是沒有民主選舉的 是吧 因為你這個官吏裡面 既然你沒有民主選舉的話 全由上級的任命空降 比如今次 湖北省 省委書記呢 這個 免去了原來的書記 由上海 將那個應勇 市長 調過來湖北省 做省委書記 其實都是由中央 組織部去任命 是吧 那他 本身來說 不是說湖北省 那個黨員 選他做黨代表 黨代會裡面 就選他做湖北省 省委的委員 省委常委 省委書記 他不是這樣 直接就是 一指這個調令 那就應用 就由 這個上海 調過來這個湖北 出任這個湖北省省委書記 市長 也好 省也好 都是這樣的版本 現在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秘書長 陳一新 取代王曉東出任湖北省的省長 也都是中央 這個 一度調令 另外 武漢市市委書記 馬國強 下台 由原來 山東省省委副書記 濟南市市委書記 這個 王中林 過來 接替馬國強 出任武漢市的市委書記 也都是中央組織部一個調令 所以就是說 你缺乏一個民主選舉的時候 自然就缺乏了選民的監督 再加上 你現在整個政治體制 完全是 掀制輿論 變成了 老百姓是沒有言論的自由 新聞界也沒有新聞的自由 變成了 人民的監督也好 輿論的監督也好 都沒有 那權力高度集中 沒有制約 沒有制衡 沒有監督 正如 這是一個名言 權力產生腐敗 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換人也好 但是整個體制 政治體制不去改革 機制不去改變的時候 變成都是換湯不換藥 所以就是說 你屁股決定腦袋 當你一個 省長也好 市委書記也好 市長也好 你是由上面 至上而下去委任的 那變成他 不是選民選出來的 所以他眼中心中 根本沒有選民 沒有人民 然後只有上級 所以對上級領導的意圖 去揣測 投其所好 吹牛拍馬 拉扯扯 團團火火 形成了官場的不正之風 所以就說 今次 香港 中聯辦 主任 在一月初 換了人 現在 今時今日 國務院廣告辦 主任那些 又換了人 副主任 也做了調整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是抱著一個主觀的願望 良好的願望 希望以後我們一國兩制 港人自港 高度自治 各方針得以 不折不扣地 完整地 準確地去落實 但問題在於 如果整個政治體制不去改革的話 這些人的心態 是不是真真正正可以 能夠去 以人民為中心呢 是不是真真正正理解 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初操 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真真正正能夠 做到一國兩制不動搖 不變形不走樣呢 這些事情呢 老實說 你政治體制不去改變的話 我們也很難去相信 由於這個體制所產生的 一左二擇的錯誤路線 是得以一個有效的糾正 撥亂反正 我們不敢奢望這件事情 同樣也是 在今時今日發生在湖北的 武漢的 是吧 面對一個世紀疫症 這樣來到現在走馬換帳 是不是又收到很好的效果呢 我相信 都不是 因為 如果你的政治體制不去改變 我的話來講 效果又怎樣呢 其實就很簡單 遲事不忘後遲致死 在2003年 沙斯疫症爆發的時候 北京都讀了手術的 比如衛生部部長張文康 北京市長萬學龍都被撤職 都被撤職 對於當時來講 隱瞞沙斯疫症 所謂的保密再保密 這些東西是寫過不少反思的文章 又建立了公共衛生 又建立了公共衛生的預警 這個報告的體系 花了很多的錢 來去建立這個這樣的預警體系 那些政治體制 不要去改變 那幫人來講 所謂的 將那個政權安全 政治安全 是吧 擺在首位 你想想 就是 到 在那個 1月3日開始 根據 黃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所說 1月3日就已經 開始 30次向美國 通報那個 武漢肺炎的疫情 但是 但是 這邊 這個 由於 在1月3日 到1月19日 這段期間 先後 武漢市開兩會 後來 湖北省又開兩會 這個過程當中 武漢市的衛生 健康委員會 完全是 連那個疫情的公佈 都沒有去發表 一直都敢住 好幾天 很多天 整個禮拜都是 41宗 41宗 沒有增加的 這個確診的病例 怎樣怎樣 是吧 基於他們的政治需要 是吧 甚至乎 國家衛健委裡面的專家組 那些人呢 來到去 這個武漢實地調查 做妄顧事實 是吧 因為本身已經有一個病人 感染了14個醫務人員 明顯是人傳人 竟然間到1月12日 有一個專家組成員 黃港發 還在那裡大言不慘 說什麼 是吧 這個 疫情呢 是可防可控的 沒有這個發現 明顯是人傳人的 這個跡象 這樣 令到錯失了 我們去敲起警鐘 令民眾去防範 來去抗擊這個疫症 防範疫症 這個黃金槍口 以至釀成大禍 是吧 到1月19日 武漢市政府還竟然允許 武漢的八部亭區 裡面來講 搞四萬個家庭的所謂萬家宴 這些就是荒謬到極點了 是吧 因為兩會期間要營造氣氛 快要過年 春運期間 要有一種長和的局面 去粉飾太平 是吧 歌舞聲平 甚至去到1月20日 是吧 這個湖北省 武漢市 還搞什麼 所謂的 迎春晚會 你說了 隔了兩天 1月23日 上午10點就封城了 這些決策 是吧 那種荒謬 那種進退失據 那種低 這個低素質 對人民的極點不負責 全部歸一結底 就是由於政治體制沒有改革 而造成的 所以呢 其實這次 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的人事變動 乃至湖北省武漢市的人事變動 跟大家講過 歸一結底 還是一定要推行政治體制改革 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講過的 就說 如果只是搞經濟體制改革 不搞政治體制改革 那麼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都會 得而復失 甚至好像文化大革命 這樣的悲劇呢 還會重演 多謝各位